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正向教养的原则 网络上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 折善固执与偏执狂 他说有位先生坚持家人吃饭 每一口饭必须逐绝16次 医生确实是这么说的 他的坚持并没有错 结果全家人除他以外 全都得了胃病 因为吃饭时 大家都心情紧张十分受罪 原来在社会上 有很多人深信固执 凡事总是坚持己见 在家庭教育里 更是固执到偏执的地步 其实跟这种人相处会很累 对于错误的事坚持己见 让人难以消受 对于一些小的事 动辄坚持己见 虽然己见可能是正确的 有时也会让家人或朋友吃不消 然而坚持己见也不一定全然不好 如果坚持的理由正确 尤其是在一些原则性的大事上 就应该是被鼓励的 我们称此为责善固执 例如公务员可否接受商家邀宴 或是接受小礼物呢 这些虽然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若不坚持拒绝 许多不法之事 皆是由此开始的 在家庭教育中 也有很多美好的品格 都是在父母的折善固执中 行硕而成 像是有个家庭 规定每个成员都负责一些家务事 有个念小学六年级的孩子 早晨负责倒垃圾 有一天时间来不及忘记了 父亲立刻追赶到学校 把孩子带回家倒垃圾 很多人会想 有这么严重吗 放学坏来再倒不可以吗 这位父亲太固执了吧 但事实上 父母这样的折善固执 让孩子学到了自己承诺的事 一定要努力搬到 也使孩子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 处处受人欢迎 亲爱的朋友 你是一位折善固执的智责呢 又或是一个偏执狂呢 很多人都在这两个角色中 难以拿捏 特别是在家庭中 父母的每个行为与决定 都大大的影响着孩子的品格 因此哪些事情需要坚持 就特别需要智慧来判断 而我们也能从被称为 智慧书的圣经来学习 在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到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这里说的就是教养儿女的核心的重点 就是要使他走当行的道 父母教导孩子课业很重要 但不能保证他人生成功 让孩子去学情打鼓等才艺很好 但也不保证他人生美好 孩子学会理财赚钱也很好 但仍然不能保证他人生幸福 这些虽然都很重要 但却是其次的 有了正确的第一步走当行的道后 以后往上加的都会是加成的效果 否则仍然可能毁了孩子的一生 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都一起透过圣经 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吧 很多圣经教导的品格 都是我们应当折善固执的地方 因为品格比财干更重要 一个有正直品格的人 他的未来就必兴旺 也必得蒙上帝的祝福 今天 当你不知道对孩子坚持什么的时候 打开圣经 教导你的孩子走在当行的路上 如此 你就必养出一个行为正直 充满智慧的下一代 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离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搜寻 心灵蜜豆奶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为主持的早安EZGO直播 欢宇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夏凯纳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